女家有没有猫 或者你有没有正在考虑养猫 有没有考虑已经养猫的同时 再增加几只猫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同时家里养5只猫 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家这5只猫猫的由来 我们迎来第一位 它叫 嘎咪贝尔 第二只是一只小菊猫 今年1岁 它的名字就叫做 这是我们家的老猫 特别凶 只能摸三下 它的名字叫 下一位是朋友寄养在我们家做客的 一只大波猫 名字叫做 李铁锤 最后一只是另外一只 是寄养在我们家的猫猫 它的名字叫做 李铁柱 那么介绍完各个主人公以后 我们来讲一下 养多只猫的优点 那就是第一个 就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现在经常要居家办公啊 然后每次办公的时候 就是嘎咪贝尔都会在我的电脑上坐着陪我一起工作 另外一个幸福时刻 就是每当回到家 一进门就有四只猫 五只猫猫在家 我们基本上不用出门 就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宫斗大戏 他们每天都奔波于各种追跑难道当中 家里会非常的热闹 这两个小朋友在这打架 被抓包了 猫猫与猫猫之间也会增加互动 他们的互动当中也会培养 每一个猫猫更加友善的性格 这也是正上着班的 一个左勾拳 一个右勾拳 这两个猫都想抢夺 温暖的电脑上方的位置 有的时候 有的猫猫它一辈子不见到别的猫 那么它一直会非常胆小 见到别的猫的时候会非常紧张 那么家里有很多只猫的情况下 每只猫猫都会被迫的去社交 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社交的方式不是很友好 不过俗话说的好 不达不相识嘛 可以培养出它更好的性格 也可以锻炼出它的胆量 要说锻炼胆量那还是得把猫出去溜溜 出去溜溜这样的话猫猫才会见怪不怪 见过大世面的猫 形态总会不一样吧 那么猫与猫之间的互动也增加了它们彼此之间的运动量 这样会减少它变得肥胖 看这个嘎咪贝尔已经四岁了 但是身材依然非常的苗条小巧 多亏了平时的运动 那么再讲一下缺点 首先呢对于铲屎官来说 这个铲屎的量会突然斗增 其次 这个喂饭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 那么家里猫少的时候还可以 让每一只猫都有一个独立的喂猫的一个碗 让它们每个猫吃各自该吃的量 猫多了以后呢 这个自动喂食器就变得非常不可靠了 因为有的猫呢 它不守规矩 它会把所有的吃的一股脑都吃完 吃到一股脑都吃着 吃到两股脑都吃了 吃到三股脑都吃了 喝点骨的一股脑都吃了 这饭都吃不齐这一家人 就剩一个了现在这桌上 这样别的猫猫都在家 饿得团团转 有一只猫已经吃了广大渡源了 好希望这个视频给你有帮助 我是超哥我们下期再见